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含金量最高的称赞不是在人前夸奖 而是在人后说你好话 出社会几年之后呢,你就会感受到 所谓的说好话这件事情呢 在人际关系上面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嘴巴甜的人呢,就是有办法让人家甘心为他做事 为他付出,懂得称赞别人呢 也会让人家愿意跟他多接触啊,多跟他合作 想要借此拉近彼此的关系 所以呢,到底怎么样的称赞才是最有价值的称赞呢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正题之前呢,来分享一间 烧漏店叫做烧漏中山 那今天介绍的这间是位于台北信义店的烧漏中山 这间店呢,主打就是不用自己烤漏 如果你本身懒惰如我,就是很不会烤漏的话呢 这间店呢,就是有专人,就是他的店员会帮你烤 而店家推出的餐点呢,就分为那种双人跟三人的套餐组合 那你想说,蛤?只有两个跟三个人 那如果我有四个人,五个人怎么办 他其实你就可以点三人 然后他额外下面会有那种加点的 就是你点他的套餐,他后面可以加点 等于是就可以吃到更多样的菜,那就可以四个人吃 那当然如果你是四个人的话,你可以点两个双人啊 所以就是你可以各种变化组合 那他的双人跟三人套餐不是单纯就是什么 就只有一种而已 他是有很多种的双人跟三人套餐 就是什么牛肉就有很多种类 或是你不吃牛的话,他也有那种猪啊鸡啊的套餐 那价格不一定,就两千出头的 也有弄到三千,甚至最贵有到五千多的 只有看你的预算跟你喜欢的肉品 就是可以做挑选 我觉得他贴心在这里,就是辨识 你每个人进去,你就是选择你喜欢吃的肉 跟你今天的预算在哪里 就可以去选择对应的价格 那他的每一款肉品呢 因为是店员帮你烤 所以他在边烤的时候就会跟你介绍说 哦,这个肉是哪个部位啊 那你要怎么样品尝 要沾什么酱料 或是他的吃法如何 就是他边烤会边跟你介绍 就蛮贴心的 餐点就是真的吃完整套你会觉得蛮饱的 而且他最后还会附上他的冰棒当甜点 他的冰棒是他们自己自制的 除了有果酱可以沾之外 上面还有新鲜的水果封在那个冰棒里面 吃起来就非常的解腻 因为你知道吃烧烤 你最后没想要来个甜的东西 来平衡一下你的味蕾 那我觉得整体吃下就是非常的饱 因为他分量很足够 有吃到一半想说 诶,我已经有点饱 但就是还有一大盘肉还没烤 但他的节奏就是电源会帮你抓一下 那好处是你不用自己烤 但硬要说一个坏处就是 他因为是电源帮你烤 所以他的那个烤的速度 会影响到你进食的速度 你会有压力 就是说,诶,他烤完了 很像放在那里不吃 就会有一点压力 但是像我男生就觉得没叉 因为男生吃的速度蛮快 但如果是女生本身就是喜欢矽脚慢咽的人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小紧张感 就觉得说,诶,他烤好快 你要就是跟上他的速度 但基本上还好 因为他一个店员不是只有服务一桌 他是会轮着就是两三桌这样 所以他不会一直在那里旁边看你吃东西 所以整体吃下的氛围挺好的 而且价格就是他的range大概是蛮宽的 就是从就是两千块左右 然后可以就是双人分两千块 所以等一个人一千块 到就是那种昂贵的有到五千块 就看你的预算 那我觉得一千块吃烧烤有人帮你服务 我觉得是非常OK的价格 就是在此推荐给你 这件叫做烧漏中山 然后相关的资讯跟影片呢 都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咯 好了 回到今天主题 含金量最高的称赞呢 不是人前夸奖你 而是人后忍不住的说你好话 第一点就是呢 人前称赞你不一定是真心的 人后风平好才是关键 你知道他在你的面前讲好话 包讲你 其实呢你就是有点难去分辨说 他讲这个好话背后的动机为何 那个目的比较复杂一点 但我们不能够就是 全部把它归咎于大家都很心机中 就是你不排除 他可能是真的是真心诚意 想要称赞你说你好话 当然有可能 就是另一个层面是 他有可能就是基于一个礼貌 或是他别有目的 可能就是想要未来跟你多点合作机会啊 所以他多讲点好话啊 或是他基于就是这个场面有点尴尬 想活络的气氛破冰 或是他之后可能就是有求于你 所以他现在可能就是先是出善意 后续呢可能就会请求你协助 就是他在你面前大量的讲你好话 或是称赞你 有可能那个动机比较难以捉摸 但有时候你要去听听就好 就面对这种人钱称赞跟人钱夸奖你呢 我觉得多少都是他打一点所谓的人情折扣 因为然后见面三分情 难免都会讲点好话 但是刚刚讲的 如果这个称赞呢不是在你面前 它是在你不在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出现的聚会 你没有出现的场合 但是他还是会对其他人称赞你的话呢 那就很明显 这就是真的称赞 他真的是发自内心 不然不会有那么无聊 就是在别人面前称赞你 所以呢你要怎么分辨这个称赞 到底是不是很真心诚意的 人钱称赞有可能是真 但是也有可能是假 就是多少要打点折扣 但是他如果是在你背后 还是风平衡一致的称赞你 对你评价极高的话 那这个称赞就是非常十足时的称赞 而最后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含金量最高的称赞 不是人钱夸奖 而是人后说好话 就是二 不是在面前称赞你 而在背后赞许你 其实呢 他在帮你打人脉 最高级的称赞呢 不是在你面前讲你 你有多棒啊 或是讲让你开心啊 爽那么一下下 我讲相反的 真的会称赞的人 他是会帮你做公关 他说在你背后推销你的好 在你不在的场合 去告诉别人说 你是个不错的人哦 或者说你的工作能力很好啊 或者你这个人个性很棒啊 很值得交朋友啊 或是你有某个专才啊 大家可以去找你协助啊 或者是请求你的咨询啊 这种就是默默在帮你做一些公关 他把这个称赞发扬光大 他可能之前有受你恩惠 或是你有曾经协助过他 所以他可能就是感恩在心 所以他才会在你背后 不停的帮你做点好话 推一下你的 不管是工作啊 事业啊 感情也好 就是有这样的人 他是在你背后称赞你的 他就是帮你默默的 你知道正的好名声 帮你引荐一些好口碑啊 或是帮你做着一个不错的形象 借此呢 你可能就是一些工作上 别人就听到说 你都不在这里 但是他还需要称赞你的 比方说你医术很高明啊 或是你这个人很会做业务啊 或是你本身很努力打拼工作啊 所以如果有某个职缺 有缺人的话 不妨可以用你啊 甚至这些都是不要拼工作 感情也是哦 你的朋友 今天如果出现一个不错的对象 但是这个对象 你也知道他可能本身死会 但是他出现个不错的对象 在他身边出现的时候 他会提起你 称赞你 然后借此帮你就是稍微引个线 让对方知道你这好人物的存在 说不定因此你就是默默就拉起你们的缘分啊 就是之后可以去约会啊 或是认识一下 就是朋友介绍朋友这样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第二点就是 不在面前称赞你 但是会在背后赞取你的人呢 其实他真心的在帮你打人脉 而这个是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受到协助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接下来第三点关说 含金量最高的称赞呢 不是人前夸奖 而是人后说好话 就是三 忍不住的在背后夸你 那就表示你是真的做对事情了 就是即便你不在这个现场 但是对方还是会 就是你知道意志不了 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啊你这个人真的很棒 你这个人真的做事很能干 这个人真的是使命必达 即便对方在讲你好话的这个timing 就是你不在现场 但是你听不到 而且你也不会知情 他也没有去脑子们 就是很心悸的 想说他现在讲你好话 会不会传到你耳里 他没有想这么多 而他选择在私下 去称赞你的为人 你的工作能力 或是你个性很善良 或是帮你呢 推一把你的姻缘 这些呢 他无所求 而且没有背后目的的铺垫的称赞 这样的称赞呢 含金量是最高的 是最好的赞美 就表示你做人真的很成功 不然他没事干嘛在你背后称赞你 他要讲应该也是讲给你听 让你知道说 你之前可能有恩于他 所以他必须当面告诉你他这个感谢 或者是他之前可能受你的协助 所以他必须要以这个方法来回报你 就是在你面前讲 一些好话也好 或是讲给别人听也好 但是你是要在现场 但他如果是在背后夸奖你 那就表示说他是发自内心觉得说 哎你这个人 或是你这个人做事也好 整个人的方方面面可能有很大的优点 是让他会忍不住在背后都要夸奖你 所以最后第三点 忍不住在背后夸奖你 表示你真的是做对了一些事情 好了今天就简单分享关于说 含金量最高的称赞呢 不是人前被人家夸奖 而是人后 人家忍不住的说你好话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呢 那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我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资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去看哦 好啦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哦